赵本山要放弃乡村爱情,强推象牙山三部曲,马大帅会来吗? 12月22日,乡村爱情14在网络平台的预约数量继续提升,已经接近5万人。 这部播放了15年的长寿剧,仍然拥有着大量忠实的剧迷。 目前,乡村爱情14还没有任何定档消息,但是网播平台已经开启预约,按照往年规律,大概在农历小年前后就会上线。 也有网友问乡村爱情14中还有没有谢大脚,于月仙老师是在拍完乡村爱情15后离世的,所以谢大脚仍然会出现,但观看的心情会俨然不同了。 除了这部外,赵本山和弟子们打造的刘老跟吴也早已拍摄完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在乡村爱情14之后播出。 乡村爱情16剧本没有写完,赵本山就要通过象牙山的好人们象牙山行善记以及象牙山寻亲记来强推象牙山三部曲,难道要放弃乡村爱情了吗? 不过,连续播放了15年,乡村爱情已经失去了心意,循环往复的故事调动不了观众兴趣,这个时候推出象牙山三部曲,也是一个不错的转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